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六月一日六星期三的雲林新聞 整個北港町建華街跟深南路的這個路口 因為來往的人這麼多 但是沒有設立交通貨值和這個地方是先發行交通輸垢 之前就民意代表用工作來關用 不過在黨港設立進行 所謂說這個路口的土地是既成道路 土地所有款由公佈門和民眾持有 因為要在場占卜所有款錢的動議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這裡一直都沒有設立交通標誌 現在還等幾天這次來協作處理 希望可以趕緊整理轉眼來加強這個道路的用路安靜 有車在走 有車到外 各地的時間就有很多車両和歐洲都由這個地方經過 這是為了北港町 慶華街跟深南路的路口 雖然來往車両這麼多 但是這個地方都沒有設立交通 常常發行車好 讓大家來到這裡都要貼心吊搭 因為這邊剛好是我們新開閉的北城路 還有那邊是靠後勾離 還有新鎖府藩這些地方 所以那個交通算是很頻繁 然後現在我們這邊又蓋了很多的房子 以前這邊當然比較荒漠一點啦 但現在房子一蓋 然後就這麼多人住在那邊 他們天天看車貨 看到喔 大家都給我來 真的很緊張啦 很怕說有一天也許我會撞到那個房子裡面去 經過民意 代表都在家中間 警方完成也準備要設立交通貨值 但是公社調查以後所發現 這個地方是既行得囉 包括館戶 公社 以及蘇林的土地 在那邊沒有拿到所有人 董事之下 沒辦法來設立在城市上 那我們當初在施設的那一個點 一定會牽止到土地的所有權 那所以我們當初就是說 這樣要在施設之前 希望把一些程序能夠完備 那我們也是希望在整個程序完備 而且要盡速在這個路口施設 因為據我所思 這邊很容易發生事故 所以在在我們那個公所的立場 是非常希望就是說 能夠把這個號資給人家施設起來 能夠維護我們證明的一個行車的安全 雖然要拿到全部的董事室是很困難 但是路口常常發生的問題 也需要家裡解決 才不會作成更多的危險 警察局也希望說可以設置號資 但連線都畫好了 但是最後礙於說 我們公部門的這個基層的承辦人員 他們礙於說這個法令的規定 這個車禍頻繁的一直發生 那但是公部門又無力解決 那所以我們只好尋求媒體 那希望說可以藉由媒體的這個報導 然後希望用這個專案來討論一個 比較有效的改善的方法這樣子 不然在青陽町的遺憾路口 需要大家多注意 如果是經過這個地方 一定要看路慢慢走 大家都希望相關單位可以積極處理 讓大家有安全的道路撐好修容 繼續 鄭怡婷 查宏報道 希望大家多次也要來討論一香